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 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不知道今天星期 只是个坏天气 一年又一天 忽然又想到你 泛泛小说 弹一弹钢琴 顺手会接风点自行 我在街云线的车子里 向地空飞行 飞过这城市 才不管目的地 那些我和你有过的事情 都像逃走的水蒸气 I'll believe in you 没有什么原因 爱情有时候是作剧 我要自己 带着孤单抗体 学习忘记 学习忘记 我跟天下 不特地理想 地空飞行 飞过这城市 才不管目的地 那些我和你有过的事情 都像套子的水蒸气 I'll believe in you I'll believe in you 没有什么原因 爱情有时候是作剧 我要自己 带着孤单抗体 学习忘记 我会调整呼吸 我会鼓起勇气 爱情很美丽 可是也很静 我学会去拥走迷宫的心情 去挣脱那些回忆 I'll believe in you 没有什么原因 爱情有时候是作剧 我要自己 带着孤单抗体 学习忘记 第二个小时的 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一开始 问你唱的歌曲来自于 我被影响了 来自于一望 许慧心的爱情抗体 到了第二个小时 是我们的生活面活大会 最近你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放在你的购物车里面 想问大家的心情 想问大家 这个大家有用过吗 CP值好吗 适合我吗 有各式各样的生活面活 或是你最近用了什么东西 就一一他好像有点言过其实 想要帮大家灭个火的 都欢迎打电话给我们 0223639955 或是在Telegram群组留言 从爱情抗体开始 拿到这个小时就为你送上一些 原本他们韩国歌曲 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是从 韩乐翻上过来的 我爱着你在回忆 学我 有人说爱始终烈旧 会让人失去的左右 Oh yeah 我却对爱有种不同感受 我深深觉得 他像手中可不其道 爱情深刻不其道 浓浓的眷恋泡沫 勇人的气息 多爱不释手 爱是假不知的 酷酷的美丽滋味 Yeah 放在我心里 久久久 Can I 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 Cause I sent the view makes me lose my mind taking control of my heart I wish you said it's your style making me wild making me on the natural high Yeah 我也以为我能够 在心碎的时候 转身打不打不走走 在这个胃口气候 坐在咖啡馆中 温柔只能心中虚构 有人说爱是宗宗的酒 温柔能失去了左右 Oh yeah 我却对爱有种不同感受 我深深觉得 他像手中可不其道 爱情深刻不其道 浓浓的眷恋泡沫 有人的气息 多爱不释手 爱是卡不其道 苦苦的美丽滋味 随便通风 躺在我心头 curriculum 求求 有些事情不想说 有些周梦把心拥有 只有强作的人才懂 如果你深深爱过 不出过温柔 爱一个人相应了以后 思念梦 封重 小雅軒的卡布奇諾 當然今天第一個生活滅活呢 就是我要放的活 就是我在我的facebook 已經有分享的 白金滾輪 把人家的網站都火掉了 我們修好了 你再能放那個火 我現在修好了 所以剛剛卡關了大家 歡迎我的門再次為大家打開了 這個網站即將要承受第二次衝擊 天啊這是什麼使徒來襲是不是 使徒來襲 我們是使徒啊 第二次衝擊 這個滾輪呢 你在我的facebook 瑪莉亞線納塔裡面有 算詳細的說明啦 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滾輪分大隻小隻 就是這個東西貴婦專用啦 那你懂的話你就知道 然後為什麼瑪莉開團 所以瑪莉看到的價格嚇一跳 所以她就想說 這這麼好的東西不能只有我看到 這個真的是 太誇張啦 等一下卡條記得幫我訂嗎 喔 喔 我們說還要一起訂的耶 喔是喔 欸欸欸欸 欸他到底在家有沒有上班 他都在上班 所以沒有訂吧 這是煩啦 是不是煩 是喔 你要跟他一起買喔 對啊 他以為是你的朋友們要送你耶 可是他買 因為我們要買組合 我們要組合更便宜啊 他有大隻所以要買小隻 我有小隻所以我要買大隻 剛剛我們就互補 就一起買 然後我再把錢給他那樣子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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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講那麼細嗎 公開的 沒問題沒問題 而且我昨天剛剛收到那個 蘇小姐給我的現金紅包 然後給我 喔因為生日紅包 社會金的紅包 喔這個現金我剛好可以拿給那個Catia 然後昨天他就拿那個紅包給我說 裡面就有附了一張紅包上面寫的紙條 然後那個其實寫的內容真的是蠻感人的 真的喔 就是我覺得這個今年的文筆很不像他 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是想了很久 還是他有 他有捉刀 對 有文膽 會不會從哪邊看來的 反正他就是說 就誇我很漂亮 然後就說 你的漂亮是因為來自於你現在的自信 然後就是你都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然後我覺得現在的你是 就最棒最好的狀態 這不是我認識的蘇小姐啊 對對對 所以我就看了就覺得 向下 有點嚇一跳 然後因為他就時不時的回頭問我說 怎樣 怎樣 寫的不錯吧 啊向下啊 他說他自己啊 不可能啊 他說他寫了很久 然後因為他昨天拿紙條給我的時候 他已經喝醉了 所以我的感動不到一分鐘 就已經被熊熊烈火燒起來 因為他最後就是胡言亂語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我真的 你有沒有看到啦 怎樣沒有錯字齁 因為他以前寫東西比較容易 寫錯字然後把它塗掉 然後昨天 就這麼大的文章 他只有塗掉一個字這樣子 他說我真的寫很久 小心翼翼 我真的寫得眼睛很酸 所以我今天去配了眼鏡 蛤 然後我就已經覺得有點 這個對話已經有點奇怪了 那個感動不停在下降當中 我今天去那邊驗光師 其實我都有跟他講為什麼會這樣 我就寫這個寫這個寫太久了 我眼睛真的好不舒服喔 好累 真的很累 你知道我眼睛真的酸喔 我這個臉氣大真的不行 欸我那個手機到齊了 要不要換 可是我又沒有朋友 對啊他不需要啊 可是他還是需要電話 他在外面他有時候需要 會打電話 他還是要打電話 就他不用智慧型手機 可是他需要打電話 對然後我不知道 他到底是收到什麼東西的合約到了 所以他就說 那我到底要不要換 可是 可是 我本次買什麼手機 你又罵我 然後都是說我買 因為他很容易被洗啊 現在大家一定要換約 一定是洗他洗5G啊 他根本用不到 他連智慧型手機都不用 你用5G幹嘛 所以我就說好啦 應該要陪他去挑手機 可是他自己 他自己也說 可是你如果跟我去買手機 我喜歡你又不喜歡 那你要買的我又不會用 然後 捏著那一疊錢跟卡片這樣 然後開始說 跟你說 明天齁 明天我會煮那個 豬腳麵線給你吃喔 我也會煮馬克的 我說不要煮他的 他不會吃 為什麼 什麼為什麼 他就不吃豬腳麵線的人啊 Catia吃 Catia喜歡吃豬腳 真的假的 他說 你跟他說他不吃我 我打他 我就說他不會要吃 他說 這我的心意耶 不然就叫他代理他太太吃 我說他們台北人都要 他們台北人都不吃啊 不是 Catia是新店人 我真的沒有料到 Catia會吃豬腳麵線 他喜歡豬腳 江志成的 May I love you Catia會吃豬腳麵線 是 Catia會吃豬腳麵線 Catia會吃豬腳麵線 整個搭身體啊 上手臂前手臂 就是你 小隻的滾臉 蝴蝶袖 然後大腿小腿膽筋 然後腳後跟阿基里斯劍那邊 都可以把你夾起來 這個東西呢 厲害的地方在於 你不需要去按摩了 因為你只要用這一根 你就是 你只要拿這一根 這一根呢 你想說啊 怎麼可能 有什麼 就用了就知道了 我要提醒大家 他真的會有微鏈的 把你吸起來 所以 其實 用這個也是算提醒我自己 就是跟買洗臉機 都是一樣的道理 提醒我自己 不要對我身體這麼兇殘 就是不要往死裡捏 其實你是用最舒服 跟最輕鬆的力道滾它 不是在那邊用 尻力輕那種東西 鋪伯路那種蠻力 你就是輕輕的帶過去 那樣子 更輕的方法就是 把它交給另外一半 叫它幫你滾 我們每天晚上都要裝累 你知道嗎 你說演戲喔 我今天不行 這很累 這真的很累 不要啊 拜託好累 大致的是這樣 那小隻的呢 我有提到小隻的就是 大部分就是在 專門在用臉啦 眉心 眉峰那邊很多穴道 超酸 眼窩那邊也是輕輕的帶過 然後你的眼袋的部分 下面的紋路 輕輕喔 輕輕用它那個輪子滾過去就好了 然後當然還有法令紋 下二線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折扣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也沒有辦法直接跟大家講 因為會對其他動路不好意思 欸我不需要說這個詞真的是用到爛 然後也不是去官方網站 就是你現在知道REFA的話呢 有一個特別的頁面 那那個頁面就是去 瑪莉的Facebook 莉是美莉的莉 瑪莉的象牙塔 或是呢你去Youtube的上班可以聽 或是馬克新鄉的最新一集 的資訊欄裡面也有 是在那一個 那一個網站裡面 輸入瑪莉的折扣碼 你才會看到滴到破盤 眼珠掉出來 椅子 人從椅子疊下來 打到骨折的價格 打到骨折真的很老 對啊 打到骨折 跳樓大拍賣 一直到我們都走不動 愛上了一個人 不再是一個人 緊緊牽著你的手 那哭 愛到某年某月某一天 直到我微笑的閉上眼 我閃上眼睛 閃上眼睛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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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到某年某月某一天 渴望一直守護著一個人 的堅決 一起去看看永遠 我所有的堅決 就愛電影UFO今天這個小時呢 送上韓樂翻唱 然後剛剛就有人天生 冰雪聰明 想說那會有怪獸嗎 真聰明 生活滅火大會 我是瑪莉 嗨我是馬克 這個朋友想問有沒有推薦的掛燙機 他再也不想穿皺皺的衣服跟襯衫了 掛燙機 我已經理會出一個要挑選的必要的重點了 什麼 掛燙機首先你要看你一次要燙幾件衣服 你如果每一次一天晚上只是想燙好隔天的 你可以買很小台的沒關係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掛燙機 我有一隻非常非常小的 然後真的拿起來就很輕 它的極限就是一件衣服 所以當那天晚上你要燙兩件以上的時候 你會很辛苦 所以你先確認一下你的 為什麼會辛苦 你就要一直加水一直加水一直加水啊 加一次就好不是嗎 一件就加一次兩件加兩次啊 然後有時候你的裙擺 如果我的裙很大很澎 可能就是我燙到三分之二那一管水就沒了 因為它是算一件衣服快速燙過是一管水 所以你可能要先判斷你燙的那個衣服的量跟大小 一直加水我真的覺得太累 蛤多加幾次水而已耶 這樣就不開心喔 是很麻煩耶 蛤 所以因為我後來覺得我是喜歡一口氣燙很多衣服的人 因為以前我會覺得說 我就燙我隔天就好啦 可是當我真的要做這件事情 我發現原來我是喜歡 累積好把一個禮拜我接下來要穿全部燙好的人 所以我就發現一開始就挑錯了 然後如果你要挑大台一點的話 你就是要看那個水好不好換 因為像蘇小姐她不喜歡大台的人就是她覺得那個水 沒有辦法倒得很乾淨她要發瘋 她不喜歡裡面有殘留的水分 可是我是根本很不在意那種事情 所以我覺得就是那個 倒水跟大小的問題是重點 其他現在我幾乎都覺得做得很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啊都可以燙得平平啦 平平 看你的習慣啦 你一出門坐車就皺啦 真的 真的 是我的被動 交幾個朋友 是我時間多 任性乾脆去知會交通 為什麼要來管我 口口在口 沒有她的夢 跟誰約會跟誰牽手 愛說去說 反正我從來沒認真聽過 有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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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著我 有怪獸 大怪獸 臭怪獸 黏著我 一口又一口吃掉 我本來更愉快的生活 有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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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著我 藍怪獸 大怪獸 臭怪獸 別煩我 在啰哩啰 啰嗦 一腳踩到外太空 若是苦是笑是美是愁 到底哪一點犯錯 請還給我 讓我自己快樂的自由 天啊 這個東西是什麼 請問錄音介面分享器 Rodcaster 大家推薦嗎 What's this 這個是什麼你懂嗎 錄音介面分享器 這種東西應該都要 就是號召小民進來才對 你說請他來闡述這一篇嗎 對啊 但之前在疫情期間 因為就是擔心 就是雖然有可能 就是會怕有可能 連電台都沒有辦法進來 所以我那時候就買了一台 在家囤著 對啊 就囤著 現在每個星期五晚上做的一期直播 就是有播啊 就那一台 就那一台啊 那台有炫光耶 然後上次 上個月蝦皮的直播也有接啊 就是我那些音效哪來的 就是那邊來的啊 就每一次 比如說你在Cloud House裡面 你突如其來有一些重點出現 讓大家驚呼 就是用那一台 對對對 在你的心裡 我是否就是唯一 愛就是用我常煩著你 Everybody say 情話多說一點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現多一點點 讓我能真的看見 Come on Come on 想說一點 想陪你不止一點 多一點 讓我心甘情願 愛你 但應該要問說你要買這個幹嘛 就如果你買是 譬如說你像廣播電台 嗯 就是你自己那種 一人電台 然後你每天都會用的話 那很OK啊 嗯 但如果就是 你只是在想說 我想當一個Podcast 我想試試看當Podcast 那其實不用啦 你如果要買的話 你也去找人家買二手的吧 因為 不是 就是不要高估了自己 持續的能力啦 真的 這個好像買二手就OK 對啊 卻又止不住笑意 Oh oh 在我的心裡 你真的就是唯一 愛就是用我常來著你 Oh baby 請話多說一點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現多一點點 讓我能真的看見 我把一手說一遍 嗨 你好 嗨 你好 嗨 你是 你好 你是 我是小龍 小龍 小龍 你有生火滅火嗎 有 請說 有推薦香奈兒的香水嗎 有什麼 香奈兒的香水 是因為你現在在為了七夕做準備嗎 對 哇 所以你是說哪 有沒有推薦哪一款香奈兒的香水 對 然後你女朋友是香奈兒控 對 那她是什麼類型的女生呢 或是你平常覺得她身上是哪一種味道呢 我 欸 就是她年紀差不多是三十 三十四左右 有 三十四 對 有點親手女 親手女 那她是很外向的嗎 還是比較內斂的呢 你想要她聞起來像桂姐嗎 有點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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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歲的女生喜歡香奈兒 對啊 但個性跟香味有關嗎 我說不定就是很喜歡很俗艷的味道 那我個性 那還需要什麼資訊嗎 對啊 我應該要 最重要的重點是她喜歡什麼味道吧 你說送的人喔 笑容 不是 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喜歡什麼味道 問了就 問了就不要看了 所以你不知道 對啊 所以你現在就用猜的 這失敗機率很高 用猜的喔 這失敗機率巨高啊 那不如你說說你喜歡什麼味道好了 就算失敗了 你就會說 可是我 這是我想在你身上聞到的味道 沒有 因為我有上他們官網去看 然後 我不知道他們自己做的排名 好像有一款新的 齁齁 六千多塊 對啊 你現在就想說直接以排名取勝 是不是 你自己沒有特別喜歡的香味 對 因為在網路上面聞不到 喔 對不起 對 對啊 這樣就變成要去現場聞啊 你是要追她嗎 沒有 已經在一起七年 喔 在一起七年啊 對啊 在一起七年 你沒有辦法說出她平常大概 會是哪一種味道嗎 她會用香水嗎 我想先問一下 她會用香水 喔 那你知道她用哪一家的香水嗎 不知道 那我覺得七年 你也不要就是用排名 直接給她No.5吧 因為就是這是經典 因為我之前已經送過一次No.5 嗯 那她的反應是 然後 她覺得OK啊 那因為那個時候 好像是四年前送 好 但是年前那時候送的 就是經典話 好 那這次想要不一樣 想要給你有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在Telegram是有人說她自己喜歡 用綠色的那一款 喔 綠色氣息版 她自己用掉很多瓶 嗯 我好像也有點印象 綠色那一個蠻清香的 喔 可是香味真的太主觀了 嗯 你不要買最大莫數的啦 就是如果你要嘗鮮的話 不要買最大瓶的 可是我都是 買一百的啊 她就是強調CP值的男人 喔 對啊 所以才問問看 她本來都想要不聞 直接靠排名買了 你在這邊跟她講 哈哈 我也不是靠排名 因為 她那時候是推 就是網上推薦說一款新的 新的 對啊 對啊 就好像六千兩百多吧 喔 因為我 我不知道這個 這個 不知道有沒有人用過 Chanel是真的蠻多人用的啦 所以你想要問 最新的那個 Chanel Gabrielle 加伯利 流金香水 呃 瓶子長怎樣 我看 她 是正方形的金色 喔 這 這個跟 跟Number 5 是一樣的瓶子那種 比較像 嗯 那那關看起來很濃欸 不知道為什麼 直覺啊 看那個顏色 感覺好像回到1920年代 好所以你想要知道是 有沒有聽眾用這個 推不推 這樣子 對或者是 有沒有推其他的 OK 牌子也可以 比如說像什麼 99 99 99 奇幻冒險喔 冒險眼狼 沒有啦 剛剛已經有人推啊 如果是Chanel的話 她推那個綠色的Chance 綠色氣息蛋香水 綠色氣息蛋香水 嗯 那我是想說 如果這一罐 不知道有沒有人買 因為好像是 今年上次 好的 謝謝你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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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惱的男友 真可愛 冠希哥 2004 Summer time baby Summer time baby Hit it up your 我都穿 1 2 1 2 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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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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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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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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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我超错掉 错掉 我超错掉 上衣错掉 错掉 上衣错掉 面积错掉 错掉 背毛错掉 错掉 从从错掉 错掉 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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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UFO Radio 不怪 在现场被淘汰 后观都拍完 你还在发呆 没人 靠过来 在高贵 别人会转太 难怪在排队 残白 没人疼 没人爱 小心在 盛世公海 优雅的在释怀 他在归离不开 没人疼 没人爱 小心在 盛世公海 小心寂寞 在健康有害 我 Abst控 Mick 你还me 你还要 おして 我 你 Möglichkeiten 你 disturb 你 再再誤會坦白 沒人疼 沒人愛 小心在身世公海 優雅的在釋懷 他再會離不開 沒人疼 沒人愛 小心在身世公海 小心起步最健康有害 就說一定成功的 你應該重新再 flaps 光亮的等待 怎么会盛开 难怪人还不痛不快 没人疼 没人爱 小心 但谁是空海 优雅的在释怀 他才会离不开 没人疼 没人爱 小心 但谁是空海 小心 寂寞 最健康 没人疼 没人爱 小心 但谁是空海 优雅的在释怀 他才会离不开 没人疼 没人爱 小心 但谁是空海 明天再做谁的乖乖乖 听到歌曲来自于蔡依林的《单身公海》 你现在收听的是 飞碟电台 飞碟联播网的 哥哥 妹妹 有意思 我是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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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 我们都飞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 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 好帮哟 神家的逗号的地方 别忙着改成据点 今天要分享的这则故事 叫做众神颂的黄金带 师婆神跟他的妻子雪山神女 住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很高很高的一座山峰里面 他们会在顶峰一起俯瞰这个世界 但是因为师婆神他其实是不管事事的 他每天就在冥想 所以这个雪山神女的职责就是去观察世上人们经历的事情 再去告诉师婆神 雪山神女就常跟师婆神说 你对人类的痛苦都毫不关心 你都默示他们的祈祷 这样不对 事实上很多人连吃饭都有问题 有一天雪山神女 他又在观察人事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穷人 拖着疲惫的步伐 走在泥土路上 他衣衫褴褴 满脸愁容 憔悴的像个病人 又在炎炎夏日下 让他觉得更加的辛苦 他好像快要活不下去了 雪山神女一看到以后 马上就把头转向师婆说 你给他一些钱吧 拜托 你就扔一些黄金给他 让他可以稍微减少痛苦好不好 这样他有多幸福呢 师婆神听完以后 就看那个男子看了一段时间 然后说 亲爱的夫人啊 虽然你希望这样做 但行不通的 为什么 对啊 这什么意思 为什么 不管我给什么东西 他都无法接受的 这么做没有用 他没有准备好接受神的礼物 雪山神女就说 所以你的意思 在他的路上路的前方 就这样丢一袋黄金给他 也没有用吗 你做不到吗 师婆神就很保持冷静的说 我完全可以做到 但是你应该要知道 我做得到跟他拿不拿得到 就完全是两回事啊 那雪山神女就不管 你就做嘛 你先做再说嘛 嗯 好 好 师婆神就做了 丢给他一袋满满的黄金 这个时候 这个男子就继续沉浸在思考中 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 他一直在想 今天晚上哪里可以吃 不然我要饿肚子 这样不幸的日子 要过到什么时候 就这样子 他就很难过的走啊走啊走啊 忽然间他看到了 路前方有个障碍物 他就说 怎么会有一块大石头掉在这里 是黄金哦 哦 还好我先发现 不然我就会被绊倒了 他就小心翼翼的绕过了黄金带 继续走自己的路 看到这样子情况 师婆神 忘回了雪山神女 嗯 嗯 嗯 这一段我加的 他就说 我们众神常常在人们走的路前丢黄金带 但是 这些人都只把这些黄金当做障碍物 或是困难 他们连打开都没有意思 如果知道那是黄金的话 他们的生活就会有所不同了 不是师婆神 我们就是很愚昧的凡人 对啊 你不能就 你给点提示吗 其实对这个故事意思就是说 对神来说那就是提示了 我突然丢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遇到的困难跟险阻 其实都是提示 可是我们通常就是会觉得 呦 对啊 怎么这样 就是你要丢黄金给我 你要上面有露出黄金来啊 你要让我看到啊 我都看到我当然就剪啊 就烦人嘛 你也太多不可以这样啊 反正就是这样啊 反正就是这样啊 嗯 对啊 你有辨别路上黄金的能力吗 你的世界因你而创造 过去现在 未来 通常 回头看那些石头 你现在觉得 是黄金吗 是哦 对我来说啦 好啊 只要清楚就 确定目标 有爱的拥抱 就是解药 节目最后呢 问你送的这首歌曲 是来自于范小轩 跟百分百乐团的主人 我是玛丽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 大家的祝福 大家的留言 我都收到了 非常的感恩 感恩 欢迎你每天加入 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你在YouTube 可以加入我们 上班可以听的频道 帮我们按赞 帮我们订阅 帮我们分享 也可以在Podcast上面 收听我们的马克信箱 也可以在脸书 唸完这段 可能要用到陶姐时间 用完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来介绍 在网路上 在社群上 要怎么找到我们 也可以在脸书上 搜寻我们 可以搜寻欧马克 瑪莉的象牙塔 IG也是一样 搜寻欧马克 搜寻Marie in Tower 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今天生日发现了一个宝藏 我把那个宝藏 我把那一块黄金 就放在你的路上了 你有没有发现 那是一块黄金呢 我就放在我的Facebook上面了 欢迎你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的环购 正在热烈进行当中 没有截止日期 因为没有就没有 很快就会没了吧 祝福大家有个开心的一天了 跟你说声拜拜 拜拜 你再释放 生长的跌倒 太多警告 让我们 再相识此伴 你们再释放 朋友们 在热烈阳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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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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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更 可我们原谅 可我们原谅